俄罗斯总统普丁前程出席礼拜仪式 和民众同庆东正教耶诞节 但日前打着节庆民意 下令停火36小时 却是不折不扣的谎话 无方指控东部克拉摩托斯克市 6号依然遭到无情轰炸 乌尔战争开打超过300天 俄军恶行不停 好想有美国军援不间断 6号再宣布美方至今最大宗援助案 新一波军援中砸了新台币860亿元 直接供应乌克兰武器 其中最先关注的便是美军首次提供的 50辆M2布莱德雷步兵战车 以及台湾也使用的海麻雀防空飞弹 布莱德雷步兵战车 威力形同坦克杀兽 助力乌军增强火力 而海麻雀飞弹最大特点 可以安装在乌克兰目前使用的 苏联制山毛举飞弹发射器上 对弥补乌克兰轰防大有帮助 德国也表示数星期内可以供应40辆雕塑式步兵战车 作为原屋计划一环 希望国家出钱出力 不给普丁喘息空间 力挺乌克兰对抗恶军侵略 近新闻高与婷 陈信尼报道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立刻下载近新闻